这几个人正在高处看着峡谷,他们拿着火把,满脸猙獰,下面的牛开始躁动,因为已经闻到了汽油的味道。 就在组长的见证之下,他们将火把给扔了下去,火光瞬间就把牛给惊到了,他们开始四散逃跑,杰克立马叫醒所有的人,他看到牛群正在朝着悬崖的方向奔跑,如果这些牛全部掉落悬崖,那什么都完了,他们快速上马,想要在牛群在掉落之前把他们拦下,但是这件事哪有那么简单,更大的危机正在靠近。 此时男孩和财务胖子是在牛群的最前面,这个时候悬崖上的罗曼等人也在观察着他们,胖子眼看牛群就要掉落悬崖了,就叫着男孩快点把头牛拦住,让他们能偏转方向,但是就在他们成功让牛转向的时候,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 在前面的路上早就已经被罗曼放好了汽油,就在瞬间火已经蔓延。 胖子的马刹车太急了瞬间被跌落下来,此时男孩已经固步的财物了,因为此刻的牛已经回头了,开始朝着他们的方向过来了,男孩停下马,一切都来不及了,牛群开始朝着胖子奔驰过来,就在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些受惊的牛要跌落悬崖的时候。 奇迹发生了,男孩闭上双眼,按着爷爷叫道的吟唱,爷爷也在山上配合吟唱。 所有的牛得到的力量,开始安静下来。 尼克非常快地抱住男孩,这是一种勇气,也是一种来自祖先的力量。 杰克立马跑到财务胖子面前,只剩一口气的胖子对杰克说,他现在不能陪他们完成剩下的任务,并将男孩告诉自己的关于主人的死告诉了杰克,就是杀死主人的那个长毛是一个玻璃头,而组长的毛是石头的,说完就厌弃了。 杰克拿着财务的口琴送给了男孩。 杰克晚上找到尼克,说这些都是罗曼做的,之所以要这样报复他们,就是不想让他们的交易成功,好让自己的牛能升高价值。 尼克对杰克说,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,就这样他们必须继续启程。 在他们走后,罗曼非常不可思议地回到现场,他无法相信牛竟然停下来了,来到夜晚,因为失去了财务胖子,他们开始喝酒了。 东方小伙按照他家乡的习俗,感情深一口闷,眼看小伙都干了,尼克也干了,喝完酒就要出事了,有点醉醺醺的尼克开始找着杰克跳舞。 这种喜欢的情愫早就已经在尼克的内心产生,他一旦感受到杰克浑身的男人气息,就立马沉醉于风中了。 他和他都感受到了那种不该发生的,又经不住在发生的,没错,他们吻了起来,谁也没有想到,树上有一只眼睛在看着他们,原来是男孩躲在上面,他哪里看过这样的场面? 杰克和尼克只能解释说,他们是在跳舞,冷静下来的杰克开始对尼克说,他会完成这个工作,但是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。 这句话有很多意思,尼克非常清楚,男人在表达他们不该发生这段感情,因为他总是要回到英国的,他的身份是一个贵族,而杰克只是一个穷小子,是低等人。 第二天,太阳的炎热,把牛群和人都烤得口干舌燥,而前面的水坑,也是被罗曼的人给污染,而他们下一处的水源需要五天,那个时候人和牛都要渴死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杰克的手下对他说,他知道有一处水源,但是要绕道走,穿越库拉曼,那是沙漠,有去无回的路程,他们犹豫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尼克想要试试去那边喝水,也许这也是无知的好处,杰克害怕走进去就迷路了,到时候损失的就不止牛了,连他们也走不出来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男孩喊住正在忧愁的妮可,他们定眼看去,组长就站在那里,男孩走上前问外公,怎么才能穿越库拉曼沙漠,外公说,我会在前面吟唱给他们带路,妮可有点不相信,杰克却对妮可说,这些土著人有着和大地的连接,他们可以通过吟唱来获得方向,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加认识方向,就这样他们进入了库拉曼沙漠,果然这里天气十分恐怖,一旦进入之后,这里就漫天飞煞,不要说看到太阳了,就连眼前的五米都看不清。 全部被封杀给遮住了眼睛,但是就是这样组长还是能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去的方向,就在他们进入库拉曼的同时,在澳大利亚的镇上,漫天的报纸开始诉说妮可的牛群全部消失了,更加可怕的还有传言说牛仔也全部死了,卡尼开始劝说长官签字,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人能提供那么多的牛了,就在长官无奈签字的时候,整个镇子的地都在颤抖,是妮可的牛已经赶到,妮可快速地来到长官这边,开始给出自己的报价, 就是比卡尼的报价要便宜20%,但是卡尼却说,长官已经签字了买下了自己的牛,长官对卡尼说,牛没有上船,这份合同是不算数的,就这样一场比赛开始了,看看谁能把牛先赶上船,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 捷克开始和妮可说,他们去堵住卡尼的牛,然后让他去把牛直接赶上船,罗曼也开始吩咐自己的手下,赶快装船,当捷克赶到的时候,他们的牛已经开始上船了。 妮可这边也在带着牛赶过来,就在这个时候捷克一个跨板,然后飞速赶到最前面将罗曼的牛挡板给砍断绳子。 就这样拦住了他们的牛进船,而妮可的牛顺利上船了,就这样他们成功了。 罗曼却气坏了,当妮可被捷克带着来到酒馆的时候,这里的人都赶过来看着这位大美女,但是店员还是再次拿出棒球棒,要赶走女人,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酒鬼再次说话,说, 这个女人可不一般,她是穿越库拉曼沙漠的女人,她值得这杯酒,所有的人都赞成,捷克也对妮可说,你绝对值得,就这样店员破例给他们倒了两杯酒,喝完这杯酒,他们就是一家人了,妮可每次喝酒就要拥抱捷克。 从这次的交易完成之后,捷克终于拥有了黑旋风,妮可穿着东方旗袍,非常艳丽地看着捷克驯服黑马,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妮可开始对捷克说一个重大的决定,那就是她准备留下来,然后完成丈夫的工作,让这里重新复苏起来,然后雇佣捷克做自己的精灵。 捷克非常惊讶地看着妮可,走过来对妮可说,你是真的吗?妮可笑着说,又有点满脸透红地说,我是那个说出跨越库拉曼的女人,但是捷克开始泼冷水,一个女人经营牧场,当个老板,还想雇佣我,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她是牛仔,只享受自由。 妮可说,难道你不喜欢舞会吗? 捷克说,你别傻了,在那些人的眼里我和黑人,土著人没有什么区别,妮可此时还完全没有明白世俗的眼光,也不明白这个世界中是有等级的。 捷克默默地离开了,没有听妮可的劝说,就在这个时候妮可叫住捷克,然后拿出一张支票给她,这是她应该得到的报酬。 很显然此刻的妮可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因为捷克,无论是从她的慌乱,还是红润的脸,还有局促稍嫌紧张的举动,都说明她爱慕着捷克的人格。 在电影院里,一个黑色的男孩正在吃着苹果,看着电影,没错这是她第一次看电影,这个电影就是绿野仙踪。 与此同时,妮可穿着红色的礼服开始走进舞会,男人的眼睛从她走入进去的那一刻就没有离开过,而女人们开始背后议论,她的丈夫才去世不到一个月就脱去了黑色的衣服。 舞会上第一个竞拍就是妮可的舞蹈,最终有卡尼以500英镑拍到跳舞的资格,自然卡尼花钱跳舞可不是那么简单的,她是来购买她的牧场,并答应妮可会安置好所有的人,还会给她免费的机票,送她回英国去。 妮可虽然很不舍,但是她却没有什么能留恋的,一想到要离开澳大利亚,一种不舍又上心头,谁都知道她为什么不舍,但是现在又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,毕竟白天那个牛仔刚刚拒绝了她的请求,就在她决定卖出牧场回到英国的时候, 一个男人穿着白色礼服走了进来,全场的人全部静止了,来的人就是杰克,当妮可跟着目光看去的时候,看到了帅气的修理部胡子的杰克,她的眼神直直地看着妮可,妮可的蓝色眼珠此刻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等她反应过来,再次下定决心,不卖慕场了,她决定为了眼前的男人留下来,就这样两个心开始慢慢靠近,所有的女人都张大了嘴巴,因为这个寡妇死去的丈夫才一个月不到啊,就邀请了男人跳舞,这太可怕了,没错他们相爱了,爱得了。 爱得干柴烈火,爱得如胶似漆,爱得大大方方,爱得大庭广众,爱得轰轰烈烈,杰克因为爱而放下了世俗,也因为爱而割舍了自由,一切都看似美好,又一切都孕育着一场更加可怕的危机,因为战争要来了。 为什么说话呢? 别继续了啊, QUESTION! 他想和吗? 对ğіл 感谢观看